回来先吃肉 别的都不要说 然后现在羊已经开始到了屠宰的季节了 我们现在来工厂 看一看小肥羊 去挑挑是吃羊排 是吃羊腿 今天屠宰的羊进行 一遍的清洗 而遍进行分割 形成羊排 羊腿前腿后腿 羊脖子 出来的羊排在这里 把这些不好的地方打定 一点点的 羊腿 羊排 上午卸了一匹羊 已经宰完了 然后分割成羊肉卷了 羊排了 就是净的精品羊排 我们本地人就认准当地的好品牌 你看我们自己家羊牛羊羊的 就是吃什么放心 我吃什么 你能吃什么是最放心的 两条的羊蟹 这羊羊都给你准备好了 大骨 像桂圆一样 桂圆很宝 这是我最爱吃的地方 羊小腿 分长有桶在 吃哪里不长胖 所有的羊肉分装好 打包好就在这里 我们的打包发货 发走一车 四方冷链车 这就是我们的展厅了 过一段时间还不会有牛肉的产品 现在主要是以羊肉为主 因为羊肉到季节了 然后也可以在这里品尝 这两年的牛羊肉的生产标准越来越严格了 所以说以后我们就要规换化生产 你像以后的羊腿了羊排了这些东西 我们就按照不同的部位开始分装 所以说就是想稍微长一点点的 比如说我不想要那么多 也都可以少买一点 羊男 羊小排 你像羊肉卷都分成高盖卷 排卷腿卷 这是排卷 我们看到这个羊排的这个纹路 羊排 这个就可以拿到家 就可以直接煮了炖了都行 然后想吃整扇的 也有这样的 招待朋友啊 傻的 他都把边上这些边边碎碎的不好的地方 雪呀雪丝都给你打下去了 然后这是羊后腿 这是羊前腿 所以说分的更加细 比如说我们吃的话可以搭配一个羊排啊 一个羊前腿啊 手手把肉就可以了 到家就能下水煮 你像在家如果说炖的话呢 像这样的羊排 然后还有这样的羊腩 都能回家直接炖 因为我们之前分割的羊排羊腿比较粗略 羊排就是整一整扇 羊腿就是整一个 没有那么精细化的分 现在我们那个羊排啊羊腿啊 包括羊脖子都分的更加明确了 就是说你想吃哪一块 你就可以搭配着来 像这样的羊小腿 羊拐筋 羊翅儿 羊宝 羊里脊 羊脖子 还有棒骨 羊的小排 这样这是法式排 但是一个羊出不了多少 今年我也准备 年前也不出去玩了 干一行爱一行 今年还是炒羊肉使劲的 在这些人可能会得到 我为什么可以听解采 在这些男子的 西匪里面 我说你 你不Q 你不应该 那么厉害